請問一下在場有哪位手機是使用1GHz的CPU 可不可以舉手嗎? 都很多,我想等於在場現場的朋友都應該對手機很熟悉 我想問大家有沒有用過Android這個作業系統? 我想不用舉手,大家應該全部都有 其實我們這部Optimus 2X是第一部有Dialcore 1GHz CPU的智能手機 而它的特點已經放在名字上 為甚麼叫Optimus 2X呢? Optimus就是我們LG一向Smartphone的同稱 無論是Android的作業系統或者Mintle Mobile的作業系統 我們都叫Optimus 而Optimus 2X因為它是第一部用了NVIDIA Tegra 2這顆CPU去做的一部智能手機 NVIDIA,我想大家都有聽過 它會是一個做晶片或者Display Card的一間公司 而其中一個最出名的產品名叫GeForce 是做顯示卡的 由NVIDIA做這個Tegra 2究竟有甚麼好處呢? 它是全球第一粒 同時間擁有雙核心 A91GHz的CPU 和GeForce的GPU IC來的 所以無論在運行速度、Multi tasking或者打遊戲 都會有一個更加快或者更加強烈的功能 另外,我們這部Optimus 2X是支援全高清影片破放的 很多你們在用1GHz的智能手機 在Single Pro的話 如果我們看一些全高清影片的時候 都會覺得有些質格 或者有些play不到 或者是昔畫不同步的問題出現 但是用了這顆新核心的CPU Optimus 2X 在播放這些全高清影片的時候 就沒有這些問題出現 另外,它有些更特別的功能 就是一個HDMI 高清畫面同步輸出功能 那你會看到我們這部Optimus 2X的頂部 有一個HDMI的Output 只要配合一條Micro的HDMI線 就可以將你手機上的影像 放到電視機那裡 就可以在手機的蘋果放在電視機那裡 就可以用一個更大的蘋果去欣賞這部手機 或者看它裏面的影片 另外這部手機就會有一個DLNA的功能 DLNA就會是一個Home Network的 Media Sharing的功能 那只要你的其他的電子裝置 比如電視機,音響左右或者電腦有這個DLNA的話 那你都可以用你的手機 你都可以share你的手機裏面的Media content 就是相片、歌或者片 去到不同的影音產品那裡 我們都會講DLNA通知 DLNA通知對於DLNA通知有多快 或者有多好呢 或者它的好處是什麼呢 那麼快 那首先講一下上網先 那比起Single Call和DLNA通知 它的上網速度大致會快1.5或者2倍 尤其是播放一些flash網頁的時候 可能用single-core的手機來看mytv.com 或者看蘋果新聞的bowser的時候 你會見到一些疾格 疾一下疾一下 或者play得不流暢的 還有攪拌的時間都會比較慢 我們的Oculus 2X除了攪拌得快之餘 它都會播放得比較順暢 另外就是開網頁 開一些應用的時間 因為我們這顆NVIDIA Tegra 2的CPU 可以自己控制它的power load 如果當一些強勁的應用的應用 要開啟的時候 它可以全力用盡兩顆A9 1GHz的CPU 開啟一些高資源的應用的時候 就會更快 另外Multi-tasking 也是 因為它多了一顆CPU幫助 無論開啟多一些應用的時候 它都不會疾機 或者很快用了它的resources 而令到APP會自己彈出來 除了說它的功能之外 另外 另外Multi-media方面 其實這部機器都會很完善 除了可以有4吋的WVGA 除了這部機器之外 背後會有800萬像的鏡頭 連閃光燈 可以讓你即時拍了高質素的相片 分享到Facebook或者其他社交網絡 另外它前置有130萬像的鏡頭 配合我們LG的一個叫做Mirror的APP 你隨時隨地就可以用來照鏡之餘 亦都可以玩自拍 而這個前置鏡頭也都支援視像通話 另外剛才說了全高清影片播放 它的播放格式 除了普通的AVI和MX4之外 它更加支援了DFX的高清播放格式 還有也是剛才說的HDMI 全高清畫面同步輸出功能 其實可以多說一些 就是我們將HDMI拼放在電視上 那我的手機上的螢幕 就會完全顯示在電視機上 無論我打電視機 或者做PowerPoint 或者上網 都可以和更多人分享 因為我們可以在一個更大的鏡頭上展示出來 還有看影片的時候 也都可以將它的訊號完全搜集在電視機畫面上 那最後這部機會支援了Wi-Fi 802.11n 配合了DLNA的功能 那你share你的media file的時候 就不會錄得那麼久 而且播放得會比較順暢些 那剛才說了這部機會是Android的 那暫時的作業系統就是Android 2.2 那就可以升級上去2.3的 那但是升級的詳情 就要等到我們韓國總部的必公佈 那還有它用的UI 就用回我們一般的LG Optimus UI 那這個UI有什麼好處呢 那就是可以讓你選擇357頁的頁面 你們放回不同的Widget、Sign Cut 那這樣適合你自己用的Application 在這個面上 那另外我們有回我們一貫的Categorization 資料格分類功能 那這個資料格分類功能 那當你download了50或70個Application 那時候你要找回你想找那個Application 其實是很難的 那這個資料分類格功能呢 就可以設定不同的類別 譬如遊戲 你有20個遊戲的 接著可以設定遊戲這個類別 或者設定工具這個類別 這樣配合你日常不同的用法 去做回屬於你的自己的電話 那另外除了資料分類格之外 那我們特別加多了兩個方式的Menu 那其中一個就是打橫數 和列表的方式 那還有保持我們傳統的向上向下數 那可以配合你用你自己的不同的需要 即是你用開打橫數的也可以 打直數的也可以 那如果你想快的 其實用個列表的方法來看都可以的 那除了這些之外 那其實我們在香港 都 pre-install 了很多本地的Apps 那例如我們和AA stock合作 那AA stock其實是 大家都應該知道 是一個很出名的 場景資訊的網站 那我們和AA stock合作了 放了這個AA stock的application 在裡面 而也都AA stock 都和LG做了一個特別的rigid 那這個rigid就會展示到一個即時的行指佈價 那另外更加不少的就是Yahoo 那我們其實看回 在這麼多個Yahoo的功能裡面 其實拍賣最需要就是放在手機那裡 因為如果大家想拍賣的時候 就不需要定時定口回到家裡 開著電腦看到你想Beat的東西 那就用手機即時這樣Beat 回來想Beat的東西 那另外open device和微博 我們都會已經預載了在手機那裡 那還有我們LG那間研發的LG即日新聞 和LG電影快信 那在Widgets的層面那裡 就已經可以展示到你想看的新聞 一些即時的新聞 或者現在即日播放的影片 那在Internal Memory方面呢 那它支援了8GB的耐存 那還有支援32GB的MicroSD卡 那大約有40GB的容量 那你就可以放回 右邊的影片啊 歌或者相片那樣 那另外持航力方面 那我們這部Optimus 2X 配備了一個1500mAh的電池 那通話時間 比喻時間大概是380分鐘 或至480個小時左右 那平時這樣用呢 那大概會可以用到 一天至到日半左右 那這樣就要充電了 那我亦都試過 將我一套影片 不斷地loop it來play 大概play到四個半小時左右 由我充換電去到關機 那因為其實這部Tegra 2的IC 會比較省電一點 因為它用了雙核心 比起單核心的IC 那它的省電功能 會比較強一點 那所以持航力 都不會因為說 我用了雙核心的IC 而降低了 那大致上呢 我的分享那麼多 那我做多一點demo 那很快呢 那些同事就會給大家一些 sample 大家試玩的 那你會見到 那你會見到 這個就是 我們那個 Demo 機 那你會見到 剛才所說的 向上向下掃 或者打橫掃 都會比較流暢 那其實最想damp的 就是跑分 雖然大家都好像 在普通網站 或者VHK那裡看過 那個跑分功能 那其實想現在即場 就說一說給你們看 其實用部電話 真正跑出來的分數 會是多少 那compare 你們自己的電話 都可以自己跑一次分的 那可以看回大概那個分別 因為這個X跑分子流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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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大概就會是2400815分 那compare回這些單核心的手機 都會有差不多整倍的 在benchmarking分數上面的分別 那示範多一個就是 看看我們用來打遊戲的功能 那因為我們用這顆Taguar的IC 而NVIDIA都會為這顆IC 去optimize了很多不同的application 那這個是Taguar的 Durgeon Defender 那這個遊戲其實是 用一些低MHz的CPU玩 就會很適合的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在現在這部手機玩 會不會比較適合 那麼我們 因為這間C的電話 都有instort了這個game 那這個game 就沒有instort了 那大家就可能要去 Android Market Android Market 或者Taguar Taguar Zone那裡download 那可以讓大家感受一下那個 其他胃口 KOL Pyro K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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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盡快試 很快試一會 大家可以看到其實都挺順 感覺不阻礙大家的時間 好嗎